水煮肉片在家也一样能做到好吃 麻辣鲜香 肉片滑嫩 想吃不会做的 随着视频网页看吧 首先跟二师兄借块鲤鸡肉 顺着纹路片一下 再顶着纹路切一个硬币的厚片 腌制加精盐 胡椒粉 料酒 抓过一下 打入半个蛋清 一小捏淀粉 抓至起劲 加点食用油风浆 这样鲜蛋的肉片就腌制好了 切大块的葱姜 葱花和蒜末 配菜我准备的是黄豆芽和油菜 做水煮肉片 刀口辣椒是关键 起锅少来一点油 下入麻椒干辣椒 小火慢炒 炒得酥香 倒在菜板上 用刀剁碎备用 青菜需要先炒一下 炒出水分 这样做出来才有味道 炒至五六成熟 成熟备用 另起锅烧油 下入麻椒干辣椒 葱姜炸香 一小勺豆瓣酱 炒熟炒出红油 再来一块火锅底料 烹料酒 一瓶煎酱油 加入清水 小火煮至三分钟 煮出料香味 捞出料渣 汤中加入精盐 鸡精 白糖 胡椒粉条味 少许的蚝油 下入炒过的青菜 煮熟之后捞出垫在锅底 汤中下入腌好的肉片 用筷子轻轻打散 中火煮至肉片变白 连汤汁一起倒在青菜上 撒上咱们做好的刀口辣椒 葱花和蒜末 浇上热油 放在锅架上 滑嫩的肉片麻辣过瘾 喜欢的双击收藏起来吧 我是小李哥 每天直播就做菜 直播间等你们哦